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今天分享的是神的医治 因为我们的神是很有怜悯的神 我这个当中 认识业牧师 其实我是哭 哭着很不开心的 因为我的女儿生年了三年半 大约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优化了一年半 在这个当中我是非常痛苦 因为我女儿不能睡 我也不能睡 到新中午的时候 她突然间患上了新年 直到今年的1月13日 我第一次认识业牧师 她启用讨号 我女儿精灭了一年 我觉得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晚回到那天六点 她开始第一次睡觉 四年 她是不能睡觉的 神的人也是很虚脱的 但是又是一个神迹 如果四年的人 神人不睡觉 完全不停不睡觉 我女儿已经死了 但上来她每天回到学校 她又没有好力量读书 在家中 总之一天都是24小时 人都在虚脱 她是不能睡的 但是在靠DS的事的时候 我都想到她居住过肥佬 但是因为她都是有坚持 我靠这个事的时候 我没有祈祷 但是她靠出来的神迹 都令我很惊讶 她靠了四四三三的神迹 祝福 我觉得如果不是神 一个不睡觉的人 又不读书的人 怎样拿这些神迹 我觉得很奇妙 这个令我好 但是还是不睡觉 因为我们传统教会 我和牧师第一时间通知我自己的牧师 他们是叫我去找手工的 接着我又去找 不知道怎么办 接着有一个姊妹教我一个方法 如果发作上来时 因为她每晚到三点钟 开始打好大叫来哭 坐坐到五点钟 整个楼都会震动 我的女儿其实从事到达 就是我骂她打她 她都会只是臭 她不会大声哭去哭 但是当时的女儿就疯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唯有call 我就打狗狗狗就 接着你去医院了 去医院后 接着要求建社工 因为表面他没有病的 他这个人 接着后面 就安排了社工 开始那些太经政府 设约了 我们要去看私家 因为政府那些好像不明白 看医生都千几二千万 后来又不行 又去看中医 中医初初看得便宜 接着要看多层山上 千万这样看 看我女生也在网上 找那些名医 看什么医生可以治愈她 找了很多 搞得我好疼痛 还有她身边爆了疮 整个人潜水 所有同学都不知道 每一天都戴着口罩 我很多姐妹都见过她 她的情绪很厉害 但是她在这个当中 那个痛苦我就不知怎么办 有一天 我有一个姐妹 Catherine她今天都坐在当中 她就介绍我给夜幕师看 因为她看到我们好像 在过第二次生活那样 因为这几年 我都陪着我女儿通宵通宵的 不睡觉 所以我整个人都老了很多 还有我唱歌 正在住 我现在是冲不到身的 因为长期不够睡 但是 跟着主 就是1月13号开始 我的女儿 由6点钟开始睡了一些 到慢慢等到2、3点钟 接着 就是终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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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那一场时间 后来我的女儿是完全 不要睡觉 戒了约 因为她失了约 那些约 失了约 开始要幻觉 她不要失 跟着到上个月有一天 她第一次10点半可以睡到觉 现在她睡觉 现在她睡觉 就完全不开始OK 情绪也稳定了很多 她也是 现在就是 她说未来的努力 她要将自己一生的幸福 她要做佛事的工作 她对于长大的高级民朋友 她将来出来 她就可以复事多成功 她因为生完 她没有回学多久 因为生命 没有办法读书 在大军第二年开始 就退休学了 一年半 差不多两年时间 但是后来祈祷之后就回学了 是的 那就是永远归避典 谢谢我们的典 她上月这个作件 只是鼓励大家 神是真的 不是说人是怎样的 是神 是很真的 接着我就开始学 跟药姆斯一路都在这里聚会 学习 但是神就很奇妙 如果在当中知道我的身份 是她的女儿 是很宝贵的 那我的女儿也得医治了 但是不知不觉中 我自己都得医治 我是自己 当初是没有什么理我自己的 因为我觉得 是要医我的女儿 很重要过我 因为我对我的女儿 她的所有东西 会牵动我的心 所以我都看到 我的女儿不舒服 我都这么大 但是如果我们不舒服 上帝都是这样 爱我们很牵动她的心 她都会很 因为我们的身体 或者我们的情绪 我们有什么不舒服 不好的时候 天父爸爸都会很痛的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看到 因为我生到一个女儿 开始 我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 偶尔我就不适合了 我就去太多医院 一轮做物理治疗 但是现在呢 我发觉这个问题没有了 本来照我那些磁力公正 我的脚 三四五六七都有问题的 腰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家的床 厨房的楼台 还有厨房的洗手盆 全部都比人家的 普通的标准高一些 因为不用我压下 身体去做事 是值得的 但是呢 在这段日子 2014年的 1月13日 认识了夜幕式 到现在 我这里就开始不过 有痛 过去我去每晚 一晚我的枕头要圆,要扁,要高 一晚有时不震枕头,总之一晚我不是睡觉的 睡醒一觉我比未睡更惨,我的四肢会麻痹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有什么事了 现在开始看到女儿的好花 原来我自己都是不知不觉中上帝医治了我 我觉得这神真的很伟大,很奇妙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不怕 因为只有依靠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夸神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爸爸 不要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环境 或者我们自己的身体上的问题 或者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 总之特别是我们做妈妈的 儿女的问题又关我事,丈夫问题又关我事 外家的问题都关我事 在这种情形呢 当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时 完全上帝帮我们搞定了他 所以现在他们就看到我 不是哭着那个Janny 不是不开心那个 虽然我们家都是有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开心了很多 我将所有的东西交给了天父爸爸 我多谢你 也是多谢我的女儿 现在约来 好恕我 约来 真的跟以前不同了 我们的相处 我觉得神很大的应典 给了我们 今年甚至因为 今年的我的丈夫 是使你归向天父的 我们多谢天父 加文耀仲赞都归于我们的天父 是 感谢 谢谢 之前Janny已经分享过 她女儿的失眠完全好完 也在过程中 得意志是神的一点 她的女儿也得意志 她自己也得意志 谢谢